如同图画般的汉字 对外国人来说能流离书写已经不容易 来自德国的海民却深深爱上了书法之美 我的附近已经有台湾的朋友 那我大概24 25岁的时候 已经来台湾旅行 那就慢慢的理解这边 我也喜欢这个文化 不只文 海民也学武 他学少林拳 学八段井 当然在动作架势之外 他对精神内涵也有番体会 少林有一句话是说 肠 肠这是meditation 肠拳 肠拳合一 十年前想顾好身体 海民跟着太太回到老家嘉义 他们在嘉义买了快递 不是盖房子 而是很单纯的种植耕耘 要过陶渊明底下那种田园生活 农田他就应该回到农田本身 应该有的一个角色 他就是应该要种植 所以我们就是另外买了一个房子在附近 然后就是有一点过着这种耕赌的生活 五年前五年前我们去英国 然后参加一个Promaculture 铺门的一个课程 Promaculture里面的第一个动作 要做的就是要观察 理解这个什么你的地方你的土地 比如说来这里我们要看太阳从哪里上来 从哪里下去了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一位爱上汉学文化的德国人 努力把他体会到的天人合一内涵 以无毒有击的方式落实在生活里 在健康养生的概念中 海明也让许多台湾人感受到 他的用心和坚持